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成 在跟各位分享《大堂西里记》里面的一些故事 在里面的故事,我们之前有讲过 那个四大种姓嘛 昨天大概是当王的 因为那个婆罗门他只是神棍 他只是从事神职 他不顾问这个政务 那个统治国家的是萨地利 但是我也讲过,有很多种 比如说首托罗、肺色都有当王的 那其他还有,除了四大种姓之外 其他还有剑种 有的所谓剑名是第五种 其实不止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都有 这边有一个例子 在眷山,眷山有一个 剑泰罗国 剑泰罗国的加瑟逆王 以如来涅槃之后 第四百年应期服孕 加瑟逆王是斯加蒙尼去世之后 四百年之后才当国王 他那个国叫剑泰罗国 这个国家里面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地方非常 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完全不信佛教 不但不信佛教,而且很仇恨佛教徒 这个故事在这里 在眷山里面有一个 我念给各位听一下 加瑟逆王死了以后 有一个奇力多种 奇力多,这是一种剑种 所谓剑种就是四大种姓之外的一种 那属于另外一种 既然剑种也可以称王 奇力多种复制称王 赤足生徒毁坏佛法 土火炉国 石摩坦罗王 用汉语的话 他叫做山下 雪山下 雪山下王 那雪山下就是大雪山 大雪山是佛教里面常常讲的 土火炉国的大雪山下王 他的先祖是四种 也就是释迦种 也是被人家驱逐的 释迦被灭了 在灭之前有一大批人被驱逐 离开释迦的本土 到大雪山去了 所以他的释迦族的族人在那边繁衍了 建立了国家 那这个国家原来是在土火炉国里面的 那个的一个一个一个国家 下属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原来的那个王是释迦种的 以如来涅槃之后 第六百年 光有疆土 四英王业 树立树心佛地 留情法海 听到齐多利毁灭佛法 召集国中敢勇之士得三千人 因为这个齐多利他不信佛教 所以他就毁坏佛 佛教的遗迹 跟塔利班一样 然后他毁坏佛法 所以他们就 他们想要那个光复圣地 所以就召集他们这个 就像犹太人一样 召集他自己的那个勇士 召集三千人 假装是一个商旅 然后就带着那些宝物 这个 在那些那个商品里面 夹带的那个兵器 到了这个国家来 这个国家的那个王 特加礼民以为是 因为所有的商旅来 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要 所谓抽税嘛 就是我今天带了什么商品 包括美女在内 都是送给当地的那些王 你就可以平安通过 或者是你要留下一些 留下一些那个金银财宝 给这个给这个王 否则你这个这个 这个月得此路过 需留买入钱 那所以他们就 就这些商旅 这个商队 三千人是庞大的商队 那这个王一定很高兴嘛 这么庞大 你们已经带了不少货 那你看你要送什么东西给我 所以就来来来招待他们 招待他们在这个 进攻 这个参加party 那这个他们就在这个 三千人 假装是那个商队 在中间又另外再 从中间再选择五百个 更猛烈的 猛烈多谋的人 各秀利刃 把那个刀 那个刀子藏在袖子里面 巨尺重宝 而且他们拿的那些 一些宝物嘛 就是那七宝嘛 金银、流离、车局、玛瑙 这些东西 然后到这个王宫里面去 献给这个王 雪山下王 雪山下王 就是这个国家的原始的王 就把他那个帽子 摘下来 奇怪 奇怪 然后就坐在那个 这个秦多利王的那个宝座上面 奇怪 你这是很不尽的行动 你不是来这边 要来献宝给我吗 来这边献供吗 怎么会你自己把那个帽子拿下来 然后 然后这个 坐在我的位置上呢 那其实这个 你看那些欧洲人 他们把那个帽子拿下来 是一种礼禁 露出那个秃头 齐多利王 金色无措 谁斩其手 他因为他一个人嘛 五百个这种 这个 赶死队来 来这边 来这边刺杀你 你当然 你的手下 也不敢打 结果就当场就把他头给 砍掉了 就跟那个他的那些手下讲说 我是屠火楼国 雪山下王也 怒辞贱种 攻行虐阵 这个贱种 这个 这个 齐多利人 顾于金诸其有罪 凡百俗众 非耳之孤 然其国 朴宰成 千于异域 就在 他就把他头砍掉以后 在那个 公众的举起来 在城上跟大家讲说 这个 这个 这个剑种 我已经把他杀了 这个 他对你们 他是磕正暴虐 那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们 你们没事 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 但是 以前辅佐他的那些大臣 这些人 我也没有 全部杀掉 全部把他们赶走 驱逐他们出去 房舍留下 金银财宝留下 然后把他们赶走 驱逐出境 既凭此国 遭及尊重 事件前来 就是说 从此他就把这个 这个地方又开始 佛教又复兴了 然后安獨如故 赋予此国西门之外 东灭而贵池 就是 他就开始 就是 布施 布施 深重 其 启多利总 旅以贞途 父忠灭 灭池 事迹其怨 既恶佛法 岁月既远 父至称王 故今此国不胜从性 外道添辞 特留意焉 就是因为这个 启多利人 曾经把这个 所有佛教的遗迹 全部产品 那些 沙门 出家人全部杀掉 所以 因为他们很恨佛教 很恨佛教徒 但是他现在已经 他们对那个 所以这个已经 而且还在这边称王 见种称王 这是极少的 刚刚讲过 除非那个地方是很荒凉 或者是 没有什么物产的 那这个 这个地方 既然他不信佛教 他有其他宗教 就是 诸天 他们自己的 不管是邪神 还是什么神 都是天神 所以就有很多庙 那些庙是 异教徒的庙 所以这个 习余是一个 非常的 非常的 奇妙的地方 那这边讲说 这个 启多利总 他只有千军 没有全部把他杀光 因为刚刚讲的那些 那些 辅佐 原来那个 建种的王的那些大臣 没有杀光 只是把他们驱逐走了而已 所以这个西域诸国的故事 非常的多 很多分享 谢谢